说国家卫健委近日再次强调 疫情期间为保障百姓日常就医需求 各级医疗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 特别是没有核酸检测结果为由推诿拒绝患者 说教育部日前公布了基础教育精品课名单 教育部组织专家从目标内容、教学过程、教学资源、技术规范等方面 对推荐精品课进行评审 最终确定了2422节部级精品课 下一步将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线所有部级精品课 说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在官网发布公告 由于哈萨克斯坦举重运动员拉歇莫夫违反相关反兴奋剂决定 取消他在2016年3月15日至2021年1月18日期间的所有比赛成绩 其中包括2016年里渔奥运会男子举重77公斤级金牌 这意味着当年的亚军吕小军有望被递捕金牌 从而实现奥运三连贯的壮举 说为减轻疫情影响 大连市日前通知 延长养老、失业、工商等各项社会保险费征缴期限 2022年1月至3月暑期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工商保险费、失业保险费、裁暖费补贴 在2022年4月29日前缴纳的免收至纳金 2020年他又有利益贷 unicorn 小还��工作坏 建筑建筑 לי dur 他们还没有 TO Red